中文人數不可選的 常見的學童傳染病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類就是在飛沫的傳染 就是常見的上呼吸度感染 或者雙風咳嗲等 第二類是因為接觸的 最常見的就是手足口病毒 第三類來講就是因為空氣傳染 就是說不用接觸的 空氣那些就是水痘那類的 第四類來講就是因為衛生不是太好的 就是說處理大小便 處理得不好的 那些就是我們叫做尿道炎 或者胃腸炎 胃腸炎就是說香港常常叫做腸胃炎 不過是錯的 名字正式是胃腸炎 比如在學家的家來講 比如你自己的小朋友 有任何的可能的傳染病就不要上學 這是第一件事就是為自己的小朋友著想 因為他上學後就更惹病回來 或者因為他抵抗力低的 第二因為他不舒服上學 就更加容易產生意外 為公眾來講都是減少公民責任 除了不上學之外 好才回到 平時來講沒有病之前 有些病例如流感或者水痘 那些就有些疫苗可以注射的 一早已經做了預防 它會比較好的 回到學校來講 你怎樣可以防止人家感染呢 即是說你小朋友大一點 你教到他 誰有傷風卡的 你就可能要避開 但是先生知道 誰可能有病就戴口罩 洗手 保持衛生好 如果學校真的有任何人有懷疑的 應該學校就盡量隔離那個小朋友 和小朋友分開 通知家長帶他去看醫生就診 另外一樣 衛生不好的 就是學校或者家人都要教的 怎樣小便之後 怎樣正確清洗下身 否則小朋友容易尿導炎 處理大便不好的 就容易有胃腸炎 怎樣正確洗手 那七部曲 我相信小朋友可能很清楚了 就換了一個適當的去用消毒的簡液 或者火咒這樣